小妹啊,以后周末你还是别过来了,我和你哥工作真的很辛苦,周末就想放松一下,睡个好觉,可你一来,我们的休息就泡汤了,而且每次还总是弄得大家不愉快,我真的有点崩溃了 嫂子,你说的话真是让我无法理解,我回来的目的是探望我妈,并非特意来见你们,再者说,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娘家,我回家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回娘家是你的自由,但你每周有五天都待在娘家,这似乎有些不妥吧 你来了,能稍微搭把手,帮我做些家务,我也会很感激的,但每次你都是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什么事情都不肯做,还要等我下班回来伺候你 我工作一天已经很疲惫了,只希望能回家好好放松一下 小妹,我真得跟你谈谈了,你嫂子的话确实在理,你回来看望妈妈,我们当然欢迎,但你也得注意时间啊 你这样频繁的来,已经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干扰 儿子,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妹妹回娘家,是她作为女儿的权利,有她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她的家 她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需要受时间的约束 只要我还在这个家,她就可以随时自由出入 妈,您这样做不是火上浇油吗?您怎么就不能站在我们的角度想想呢? 我和小方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盼到周末,想好好享受一下闲暇时光 可是小妹带着孩子一来,家里就闹个不停,让我们怎么休息啊? 没错,财神爷来了,留下一句财神到家,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对啊,婆婆,小姑子的孩子实在是太调皮了,每次来家里都会欺负我儿子 嫂子,小孩子之间偶尔有些小打小闹不是很正常吗? 我们真的没必要为此大惊小怪 我之所以带他们来,就是想让他们多接触,多了解彼此,增进他们的感情 等到他们长大了,能够携手并进,相互支持,这不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吗? 你们为何就不能理解我的用意呢? 我如何能不心疼我的大孙子呢? 但话说回来,小孩子之间的嘻嘻打闹,本就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太过溺爱他们,毕竟我的孩子们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如今你们都生活得很好 妈妈,你就别再为小妹他们辩护了 小妹每次回家都空手而来,可离开时却总是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去 我只是个平凡的上班族,收入有限,他这样无休止地索取,就算是金山银山也早晚会被他掏空的 哥,你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原来你一直介意的是我没有给你们买礼物 不过,我要提醒你,别忘了这里也是我的家,我回自己家并不需要带什么礼物 儿子啊,你妹妹在婆家总是忙得团团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只有回到了娘家,她才能稍微放松一下 她吃的用的都是我这个母亲提供的,我并没有要求你们夫妻俩承担任何费用 为何你们还会对她有所怨言呢 婆婆,您的话真是让我有些不解,每次小妹回来,全都是我负责买菜做饭 而这些开销都是我自己承担的,您何曾给过我一分钱呢 这些开销不都是我支付的吗,你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出钱呢 况且,她每次离开拿走的东西,全都是我们出资购买的 嫂子,你这未免太小气了点吧,拿你点东西怎么了,至于这么在意吗 我虽然已经嫁出去了,但每次回来,我也是客人啊,哪有对待客人如此吝啬,连饭都不让吃的道理 既然你觉得自己是客人,那就请以后别再踏入我们家门了 我们家真的不需要你这样的客人,你的行为只会让我们觉得你定不受欢迎 哥,你这个老婆真的是让人无法接受,她完全不尊重我和妈,甚至还想赶我走 我之所以常常回家,就是想多尽点孝心,难道这也让她不满吗 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对,才让嫂子对我如此反感 小美啊,女儿回娘家是人之常情,你就别再责怪她了 她只不过是想多陪陪我,表达一下孝心 你应该能体会到她的心意,就多理解一下吧 妈,您别再偏袒她了,我看您可能是年纪大了,看不清楚了 别人家的女儿,回家都是主动帮母亲做家务 可她呢,一回来就像她祖宗似的,什么活都不干,还总在家里挑刺 好像我们全家人都欠她的一样,只要她一回家,家里就永无安宁之日 我真的不想有这样的妹妹 哥,你怎么能如此指责我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以前不是最疼我的吗,是不是嫂子在背后说我坏话 想挑拨我们兄妹的关系,我真的不明白 我回自己家怎么就成了罪过 如果你们这么不待见我,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姑子,我记得当初我和你哥结婚的时候 你就一直对我不友善,总是在婆婆面前说我的坏话 找不我们婆媳的关系 虽然过去的事我不想再计较 但你现在的行为真的让我忍无可忍 每次你回来都对我以止气势 好像我是你的庸人一样 更过分的是,你还总是擅自拿走我的东西 小美啊,我必须告诉你 我女儿在没嫁人之前,我可是把她捧在手心里的 哪里舍得让她做一点家务呢 更别说如今已经嫁人,我们可都是一家人了 应该相互体谅,互相包容 她不过是拿了你一点东西 你又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呢 妈,你就别再纠缠不休了 你真希望看到我们这个家智力破碎吗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那我也只能舍弃兄妹间的情分 不再对你忍让了 哥,我真没想到 我在你心中的地位竟然如此微不足道 竟比不上你老婆这个外人的分量 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踏入这个家门 我们的兄妹情意已断 就算你们日后有求于我 我也不会再来打扰了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就请你离开吧 从今以后,我不愿再见到你 因为在我心中,你早已不再是我的妹妹 就这样,小姑子气冲冲地转身离去 我女儿好心好意来看望我 你们却如此对待她 难道就不怕外人说三道四吗 婆婆,别人爱嚼舌根子是他们的事 我无暇去管 我们照顾你是出于孝心和责任 但伺候小姑子并非我们的义务 妈,如果您还是一味地偏袒小妹 那我觉得您回老家住更为合适 这样,小妹就能随心所欲地待在那里 而我们也能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就这样,婆婆被儿子的一番话对得无言以对 家中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